是这样子的 哎呀我的袖子也不能了 我明天又休息 然后我今天就是身体有一些不湿 不湿的话呢 今天晚上我就会很早睡 然后我明天就会很早起 很早起呢 那我这一天就会非常的充实 但是像我这么自律的女艺人 也不能说是女明星了 对明天早上起来是这样子的 早上起来去遛一个狗 然后呢 早上起来穿好运动衣 就是像人家那个发的那种 就是越自律越优秀 对然后换好运动衣 心舒服的这样子 做一些运动 然后做一些瑜伽 伸展一下我自己 就大概八九点了吧 八九点了之后 我可能就是听听音乐啊 弄下那个稿子 看我那个下午要画什么 对然后明天这样 明天我还没在洗澡 就在早上这一段时间里 然后我就会骑自行车去 不要质疑我 其实更想单车 然后去菜市场 把需要中午的食材买回来 真贵的食材组是要用心烹制才可以 然后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现在大概想到的菜有 西红小鸡蛋 但是我还可以做个咖喱 因为上回李佳琪送我的料还没有用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咖喱 然后大概还会有一个鸡翅 然后会有一个汤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弄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特别开心的大家一起睡个午觉 然后下午呢我们 然后呢 睡醒午觉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做一段回家 然后就在屋里晃一晃 学学习啊 然后读一读书 就是半天下午都等阳光 明天我给大家拍足最漂亮的镜头 我就是阳光透过我的窗户 然后我坐在落地窗前 就是阅读我的书籍 然后往右边一撇 就是我的肩膳 然后再给康康和媛媛洗个澡 基本上就到晚上 晚上我们当然是不吃饭的 但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甜品之类的 就是果汁那种东西吧 然后晚上就是要发生一副油花棒作品 然后我充实的一天就这样过去 但是这样还没有结束 到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 我就会给自己倒一杯莱姿 哒哒哒哒哒 红酒 然后听音乐 然后结束我明天的vlog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说的非常的简 简单明朗 大概是这样子 我希望后期剪辑的时候 把我说的每一项都这样 一点一点一点列出来 然后明天就是我做的每一项 就叮叮 然后明天叮叮 好吧 OK 明天 明天 你一项就叮叮叮叮 耶耶耶耶